他说 从四地的四项 四地间的因果相关性 四地的确实性 确实性就是苦真实是苦 极真是因 灭苦之道 实是真道 从这边来讲的 那么 他说 从有因有缘世间极 世间就是苦 所以我们想想世间是苦 那为什么是苦 因为无产不苦 那么有因有缘世间灭 的缘起极灭光中 之无产无我而流种旁边 正入甚深的真实性 那么这句话稍微来理解一下 那么 缘起是佛法的核心 那么缘起最重要的是要讲无我 缘起最重要的是要知无常无我 如果你见缘起没有见到无常无我 你见到无我就断身见 那么你断了身见 如果你只是断分别我见 撒迦也见 那么你是正出国 如果你断了巨生我见 那么你就正阿罗汉 那么你断了分别我见 你一定会断巨生我见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所以这里就讲到有因有缘 世间极 世间是什么 世间就是苦 这个世间主要指的是 我们比如说一般来讲 讲世间有三种世间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五印世间 五印就是我们的身心 有情世间 国土世间 那么我们是人 有情里面有六道 那么六道不断不断在轮回 这个就是六道轮回 有情 六道轮回 那么有情所依的是国土 叫做依报 有情的依报 五印是有情的正报 一只狗 一只猫 一只鸟 一只蚯蚓 那么生到天上的色界天的天人 五色界的天人 欲界的天人 它各不一样 各不一样的身心状态 这个是就人来讲 五印是就人来讲 那么每一个人的五印生性也不一样 有的皮肤好 有的皮肤容易过敏 有的生下来心脏就不太好 有的心脏很强 有的手脚很有力 好像不一定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 主要 主要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状态 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 那我们常常讲 我们基本上 会面对的就是 生命的悲哀 有老病死 生活的无奈 有怨证会 爱别你求不得 就有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为什么存在 谁告诉我 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 为什么你生在有钱人家 我生在贫苦人家 为什么你长得那么庄严 我长得要做不好看 为什么你那么聪明 我就不聪明 为什么我生下来就有心脏病 为什么你没有 谁告诉我 这是谁造成的 如果分开来看 就是更多了 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多生物 有的蚯蚓 有的是蛇 有的有脚 有的没有脚 有的八只脚 有的无工一百多只脚 那这些是谁造成的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有一些跟我们没关系的 我们不用去问太多 我们要问的是我们 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 是这样的状态 老病死是谁规定的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老病死 有的人没老就病了 没病就死了 也有的 但是一定要有死 有生有死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老病死 但有的人不老做病不病就死了 没有老病就死也有的 那不管怎么样 那么多有这些苦 愿正会爱别人求不得 生命的悲安就是一定要老病死 然后生活上的无难 我不要的很多 我要的又没有 喜欢我的人偏偏不能在一起 我不喜欢的人偏偏在一起 这些到底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我承受这种苦 我们以前的人最常说的就是 我到底前辈子造了什么念 我才必须要承受这种苦 每个人都在问这个东西 有因有缘 为什么叫有因有缘 因为我们刚才讲弱势外道 没因没缘的 没有什么就是偶然的 还有一种就是上帝决定的 还有一种就是随期的自然决定的 没有什么特别谁 没有什么特别因缘 反正就是你倒霉 那佛法不这么讲 佛法讲一切有因有缘 有的人你长这样我长这样 有因有缘 你身在有钱人家 我身在穷人家 有因有缘 你比较聪明 我比较笨 有因有缘 一切都有因有缘 那我们凡事都有因有缘 那我们要问 最重要是要问 生死流转 有因有缘事件 这个事件 武情事件 友情事件 国度事件 那么这说的其实就是 生死轮回的事而已 说的就是生死轮回的事 因为如果没有生跟死 那么这些苦就不存在 生跟死我们讲八苦 八苦里面是种五孕生心 叫做五孕赤胜苦 这个之前我们也有讲过 不过我们没关系 常常讲 就熟悉 五孕赤胜 五孕赤胜就是这个身心 不断无常的在变化 不断不断的在变化 变化到最后 就是老病死 从五孕赤胜里面有什么 因为这个是生 有生死 这个是在生死的状态 生老病死 愿正慰爱别离求不得 愿正慰爱别离求不得 求不得 那么加起来我们就叫做八苦 那其实就是从五孕赤胜有这些 那么其实就是由生死当中 从生死当中 五孕赤胜 从没有到有是生 从有到没有又是死 在生死之间 你会看到身心不断 刚出生 身心出现 不断变化 不断变化 一直走向死亡 那么中间会经历脑跟病 厌重爱别离求不得 会拥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叫做八苦交间 轮流的折磨我们 逼迫我们 所以苦胜地 第一个叫什么 此事苦逼迫性 逼迫我们的身心 那就算现在我们过得很快乐 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如少水泥 我一步一步的接近死亡 我拥有的越多 我要舍你的越困难 我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 但是现在我所拥有的 让我快乐的 渐渐我接下来没有 那么我们也会感到口光 可是有没有办法制止 让我们不死 从佛法来讲 没有办法 生必然有死 但是有一个办法 让我们死了之后不再生 你只要有生就有死 但是你现在要解决的不是不死 而是不生死 因为有生就有死 所以你一定要不生 就是无生 你才能无死 好 那现在要佛法解决的不是 怎么让我们长生 永生 不是 是要无生 那怎么样 因为这些状况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会有 我们要怎么解决 佛法是很理性的宗教 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我们要怎么解决 一样的话 如果用佛法的思维来解决一些问题 我告诉你 事先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 有一些问题不是我们人解决的 你不用瞎操心 那么有一些问题是可以预防的 那么你知道怎么预防 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 但没有那么快解决 那么你就照着顺序解决就好了 有些问题马上可以解决的 那么你就去解决 他马上就解决了 你只要用对方法 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种问题 就好像一病一样吧 很好的医生 这个是慢性病 没有办法治疗 只能控制 他不会让你产生苦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 没有办法永生 没有办法 可是可以让你活的品质比较好 那么有一些是可以解决的 这种感冒是可以马上好的 你要吃什么药就会好 你吃错了就更严重了 那像你说好 那冠状病毒 他必须要怎么解决 要隔离 因为他是透过肺膜传染的 所以你隔离了 让那个带病的人 不再传播 这个病没有了 把他消灭了 那么这些病就不再传播就好了 那么你要知道方法 你不知道方法 你用错方法会越来越严重 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可能会让问题更严重 所以有因有缘事件挤 事件其实就是物因事件 友情事件 国土事件 总说来讲就是苦 就是什么苦 就是轮回苦 所以他就在讲生死流转 急就是积极 他怎么会怎么有的 那怎么有的 什么样的有业 你是善业 你就生到三善道 你是恶业 你就生到三恶道 虽然都是恶道 都一样做 你看一样做狗 有的狗过得很好 有的狗过得不好 一样是做人 有的人过得很好 有的人过得不如狗 为什么 业 因为业 那业怎么来 上帝规定的吗 无影无影的吗 自然形成的吗 不是 是因为烦恼来的 不懂得烦恼 造不同的业 那这个业 就是我们讲的罪业 当然业有善有恶 业是有善有恶的 善业就受福报 恶业就是我们讲的罪业 就受苦 但是就算你造的是善业 你一样是生死的人 它是杂染业 从佛法来讲 它是有肉业 所以 比较主要的来讲 叫做业主要有两种 有肉业跟无肉业 有肉业一定是生死业 生死业里面又有分善跟恶 善业就想福报 恶业就受痛苦 但是不管 不管你是善恶无亲 只要你是有肉的 它就在生死当中 那么只要有生死 一定有这一些 老病死 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就算天人没有老没有病 也有死 也有爱别离 它没有愿正会 没有打仗 没有饥荒 没有人会一山海天 但是它一样有爱别离的苦 一样有苦 所以 因为有烦恼 烦恼会照应 那么烦恼 我们刚才讲就是 烦恼那么多 八万四千种烦恼 就是形容种种的烦恼 一切的烦恼 不外乌三种而已 叫做贪嗔痴 所有的烦恼 就是以贪嗔痴为根本 所以这个叫三不善根 所有的烦恼就分三类 叫做贪嗔痴 简单讲分两类 叫做无名 跟什么 贪爱 那么直接讲就是 我见跟我爱 就是这样 那么根本来讲 就是我见 以我见有我爱 以我见有我爱 以我见有我所爱 以我见我爱有境界爱 自体爱境界爱 就这样啊 因为我见产生 自体爱跟境界爱 对于自己 对于我所拥有的东西 产生战略 那么要保护我 那么引起就是 牺牲别人 或伤害别人 来保护我 来成全我 那么这些月 从这里出来 那么不外物就是贪嗔痴 或是说无名贪爱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那么从这里 由我见 产生我爱 由我见我爱 产生贪嗔痴 由贪嗔痴 造就一切恶业 有一切恶业 产生一切的痛苦 那么即使你不是 我们讲这个恶业 是讲有肉业来讲 即使你是行实善 你造个还是有肉业 你还是有贪 有我贪 由我见我爱 有色贪如色贪 没关系没有欲贪 你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你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伸到色界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没有杀到云望的事啊 但是一样有贪 有色贪如色贪 那么有色贪如色贪 他一样在三界里面 只是境界比较高而已 他一样要经历生死 一样要经历苦 只要有生死就有苦 而且没有断我见以前 你是不可能断三二道的 只要你还有我见我爱 你随时有可能会落入三二道 你除非你把我见我爱断掉了 或是你没有断我见以前 你身知无产无我 这个叫正见正上 你身知远起 这个叫正见正上 你也可以不断三二道 你也可以不断三二道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很有可能 都会落入三二道 很有可能 所以我们必须把很多的重心 都放在知远起正见事上 远起有两个 一个叫做生死杂兰的 生死流转的 就我们讲 为什么我们会有痛苦 第二个就是要怎么解决这个痛苦 有因有因世界灭 因为讲到最后 根本就是火箭 所以这个叫做无明 无明就是无知 不明白 无明就是无知 暗暗经里面讲无明就是无知 不明白 无就是不 不明白不知道 不明白不知道什么道理 不明白不知道原起的道理 原起是什么道理 原起是无我的道理 因为不明白 因为不明白无我 那么直为我 那么就起贪安 就造恶业 起色贪就生色戒 起无色贪就生无色戒 起玉贪就生日戒 起玉贪造恶业 就做三二道 起玉贪造善业 就生三三道 就这样而已 那么不管你怎么样转 怎么样转 转不出这个三线 为什么 因为你带着火箭 那其实就是这样 好 那怎么办呢 知道病因 不是我们要追求的 是我们要追求的是 怎么去除这个病 我去看医生 绝对不是只是 医生你告诉我 这个病因是什么 这样就好了 不是嘛 我知道病因一定是 我为了要解决这个病 我才知道病因的嘛 所以一定是要解决这个病的 我去看医生 一定是要消除我这个病的嘛 那么我学习国法 也是要消除我的苦的嘛 那我不是知道苦因就好了嘛 但是你要消除苦 一定要先知道苦因 我知道我要有生死 这样就好了 不是 你知道有生死 一定要去生死的 你知道苦一定要厌苦 所以一定要厌 你一定要厌苦 净土其实也是培养这种观念 厌于说婆 心求极乐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苦 说婆就是这个世间 有人是坚持啊 苦是苦在哪里 苦在烦恼 所以他告诉你这个世间无恶无痛无梢啊 告诉你这样想 你这个世间离五恶无痛无梢啊 那还是有因有缘啊 那所以要怎么办 有因有缘世间灭 其实讲简单的就是为什么会有灵魂 生死轮魂啊 为什么会有生死流转 就是生死轮魂的问题 那有因有缘世间灭 好 那么我要灭这个苦 世间就是苦嘛 所以世间就是苦 所以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灭苦 我怎么样灭掉这种苦 生死流转的苦 世间就是生死流转的苦 我怎么样才能够去除这样的问题 问题的癥结在哪里 你知道问题的病因 你还不一定能够解决哦 像现在艾滋病 他知道你这种叫做 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 有一种病毒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 你还不一定能够治得了他呢 你不知道怎么样对治他 当然现在有很多种疗法 比如说气候血疗法 像现在冠状病毒引药 他已经知道是冠状病毒引起的 已经知道病因了哦 已经知道病因了 现在还找不到治疗他的方法 有了有在治疗了 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就是没有完全就是可以产生疫苗 就是能够对治他的方法 还没有 现在还在研发当中 当然有些还是可以治疗 所以说有很多人好了 但是看个人体质不一样 那现在轮回 轮回如果是一种病毒 轮回如果是一种病毒 那我们要怎么对治这个病毒 这也一样道理 他真的是一种病毒啊 不断感染不断感染 这一生感染这个病毒 那一生感染那个病毒 一旦不断感染 有医友人事先灭 所以他就苦疾灭道 苦疾灭道 那因缘是什么 就是定根会 他其实就是八正道 其实讲的就是借定位 可以知道三五肉血 这边是有肉的 八正道 八正道就是借定位 三血八正道 那主要是定根会 那定是有借来 会是有定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五肉会 这个会是五肉会 所以这边是有肉的 这边就是五肉的 会一定是要五肉会 五肉会怎么生起来的 一定要有定 最少最少要有味道地定 不能到非常非非想定 非常非非想定 不能引发五肉会 这个我们之前还在理想过 就是九住心九痴地定 那四禅八定里面 非想非非想不能引发五肉会 那九住心里面 内住续住 静住安住 那么这个调顺 那么专注于去等持 那么最急急进 调顺急进最急急进 专注于去等持 那么要到第九住心 一般来讲是等持 那么可以引发五肉会 再过来就是什么 再过来就是出禅 然后有个中间定 然后有个二禅 然后这样 一直到非想非非想 非非想非想不能引发五肉会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 代表五肉会 有什么叫做五肉会 知道无我的智慧 就叫做五肉会 所以阿兰经里面常常讲 众生生死轮回 无死生死轮回 为什么 为什么一直 一直这样 生死轮回 不断转 玉界色界 无色界 玉界里面 天人阿修罗 第二鬼出生 不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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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停过的 一下子做男的 一下子做女的 一下子在张家 生文 就是肉女儿 一下子在陈家做儿子 一下子黑皮肤 一下子黄皮肤 一下子披牛皮 一半是披狗皮 一下子披人皮 有时候十只脚 有时候两只脚 有时候八只脚 有时候没有脚 转来转去 如果让你有宿命通 看到你过去生 你也会很害怕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没有个停 无死生死 转回不已 长夜生死转回 为什么 无名不尽 爱缘不断 不知道无我 所以我们现在要 好好毛起进来 知道缘起到底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尤其是北传的佛教主 没有人在了解 什么是缘起 都知道有因果 但不知道是什么因果 我们所知道的因果就是 这个布施有福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就只知道这样而已 不是啊 因果最重要的不是跟你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果最重要的是跟你讲 怎么样有生死轮回 怎么样可以不生死轮回 这个因跟果 果是生死 因是不生不死 果是轮回 因是涅槃 果是轮回 还是涅槃 因是烦恼 还是智慧 戒定慧 是贪嗔痴 还是戒定慧 烦恼最主要的就是贪嗔痴 八正道里面 很多三十七道理 但主要就是戒定慧 你是贪嗔痴 而有六道沦违 还是戒定慧 得不生不死 不用沦违 这个是最重要因果讲的道理 而不只是说 我现在这一生多故事 我来生就有福报 来生有福报还是要死 你又可能会堕落 佛法的因果不单单只是告诉你 我多故事 我持戒 我就能够升天 不是这样 那个只是世界升天之道 那个只是一般人说的 一般人没有出离心说的 你现在要告诉你真正就是 你怎么样可以不生死如魂 怎么样可以永远不再受苦 念寒 他最重要是要讲这个道理 这个才是真正的因果 所以这个叫法助治 这种因果明摆 对因果的明摆叫法助治 我们世间也明摆着因果 那个不是一般的而已 那个是有肉 那个是世间的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有因有缘 那么这个因缘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戒定位 那这个因缘是什么 就是贪嗔痴 他就是贪嗔痴 因为所有的烦恼 不会是贪嗔痴 那么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无知 就是无敏 那这个戒定位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戒定位就是贪 就是什么 断身见 知无我 所以他就是这样 这个是因为不知无我 叫做无明 这个叫做明 那个叫做无明 最重要的是因 因缘是无明 这个最重要的因缘是明 明从哪里来 明从 明会从哪里来 闻思修来 闻所成位 失所成位 修者成位 你才有正所成位 你才知道知道无我 那这个无漏会从哪里来 无漏会从 从你要有专注的心 定来 定从哪里来 定从慈戒中来 不幽悔 专注 心专注 心无幽悔 心专注 心明白 所以 戒定位是 令心调隆 令心专注 跟令心什么 令心清静 令心明白 其实就这样而已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不知不觉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 你就知道你怎么修了 有因有缘 世间灭 灭指的就是灭牌 就是不生死 苦灭 灭重要的是灭苦 所以道就叫灭苦之道 道就叫灭苦之道 那么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会 没有会不叫做佛 佛所说的道 没有会 那个道叫做外道 没有会的道 不明白的道 那个叫做外道 这个会里面 没有讲到无我的 那个也不是佛道 佛道跟外道 最大的差别 就在讲无我 讲缘起 缘起一定是无我 缘起一定是无我 缘起是为了让你了解无我 所以方正道就是知无产无我 那我 我就是你认为 这个圣剑 我就是什么 五蕴有我 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 这个五蕴就是我 一切沙门婆罗门 既有我 沙门婆罗门既有我 一切借于此 无取云既有我 就是你都是在这个五蕴身上 不离开这个五蕴身上 这个五蕴就是我 这个要提应我 离开这个五蕴 色色讲情之外 因为有一个我 这个叫离运我 或是我在五蕴中 或是五蕴在我中 这个叫相债我 相债 是我义我相债 就这样 那你把这个道理弄清楚 把它好好想 想 那么慢慢脱离这个我间 断这个身间 你就慢慢慢慢 趋向解脱 叫做向解脱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如果没有 那么你所知道的因果 只是善于上报 二蕴都报 你顶多只是向善 在修订 在向善 从欲界到色界无色界 只是这样而已 你没有办法向解脱 为什么 解脱的根本 解脱的根本是无我 轮回的根本 是我间 那么所以 你一定要断 身界就是我间 以这个身为我 受想行事 以色为我 受想行事 就是我所 以受想行事为我 色就是我所 以无因为我 我所拥有的境界 就是我所 那么这些 你要慢慢慢慢 弄清楚 那我们的佛教徒 根本就不了解这些 听都没听过 梦都没梦过 那么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学习佛法 这一身能不能解脱 不知道 但是你理解了这个 你一定是向解脱 你只有向解脱 你才能得解脱 就是说路很远 你今天能够走到 不走到不知道 但是就算今天走不到 明天继续走 后天继续走 还是可以走得到 因为你方向正确 你往前走 那么你有一天一定能够走得到 看你怎么走 走快走慢 看你现在是走到哪里 你从500公尺开始走 如果这条路有一千公尺 那么你就走一半 如果这条路有一千公尺 你从开始走 那么今天你走500公尺 那么明天还可以走500公尺 如果你都不走 你方向走错 那么你永远到备 你永远到备 所以 所以这里讲 他说 有因有缘世间急 就是苦的急 有因有缘世间灭 这个灭 这个因缘就是道 其实道会会发生道 其实就界定会了 基本上就是界定会 跟贪生吃的问题而已 所以 所以修行叫做什么 就是什么 勤修界定会 熄灭贪生吃 不是讲这个道理吗 他就讲这个道理 那么贪生吃里面最主要的是吃 吃里面最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我见 界定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会 会最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知无我 就是这样 所以知无常无我 而流转还面 流转还面就是什么 不生死 流转是生死流转 还面是灭法 还面 所以你就 你就 你就断 断我界 你就根本生死就断了 正出国 不会再剁三二道 那么顶多最多最多 七次人天晚法 你就一定会见到 就不再生死 一切苦都没有 就好像你生病了 兵器控制住了 最多七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以后不会再生病了 类似像这样 那么正入圣生的真实心 圣生的真实心就是什么 就是缘起无我 就是缘起无我 所以你要常常观缘起 那你说怎么观 佛法有教理怎么观 观这个身心 不断生命 观这个身心 观这个心跟静的关系 不断是无常变化的 身心不断在变化 世界不断在变化 所以识念处 观身不尽 观受事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他一样是观无常我 不离开身心 观无常我 不离开身心 观无常我 那这个我们很少 我们很少接触到 也不知道 其实修行应该这么想 修行不可以离开无我去修行 无我可以从很多地方去 但是主要的 佛陀时代 教从无常开始教 像世间不断在变化 身心不断在变化 那么你静下心 还好想这些问题 那么应该这样的如实之 如其真实去了解 那么也就能够知几是应断 几是什么 几就是苦因 苦因不是一个两个 是不断累积起来的 比较积极 苦因是什么 苦因就是烦恼 什么烦恼 就贪真吃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我见 你把这个东西好好的 反复的想 你就很熟悉 你就慢慢发现到 我之所以说这样 苦是因为我起这个有烦恼 我有这样的执着 都从执着来 我见识对我的一种执着 对我的执着表现在很多种方面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国家 这是我的家人 这是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身体 慢慢表现在这些 为了拱固这些 那么你会发现到 所有的苦都从执着来 对我的执着来 你虽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去杀人 去杀敌 你看那个回教徒把这个炸弹 看起来他好像不爱我 为什么 他死都不怕 但是他不爱我吗 他爱的是什么 我的国家 我的民主 还是我 只是不同的我而已 你也可以为你的儿子牺牲 为你的父母牺牲 很多父母也为他的儿女牺牲 他可能去杀别人 抢别人的钱 来照顾他生命的小孩 他也可以 所以你是杀死敌人来 来保护你的国家 也是对啊 但是这个都是不离开什么 不离开我 不离开我 那么所以他讲知道 这里你能够知己是因断的 你一定要断这个什么 断这个苦因 苦因不断 苦果不会 苦会消失 不会消失 生死的因不断 生死的因不断 极乐的世界不会存在 极乐就是什么 极乐就是没有苦的世界 叫做极乐 没有苦啊 无有重苦 但受出了 什么样的境界才无有重苦 灭盘才无有重苦 灭盘才无有重苦 那么所以道是应修的 那么你要灭苦 灭苦不是说我要灭就灭了 没有 你要有方法 要有赤地 所以我们讲每一本经都在讲什么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赤地 那么你这样修行之后获得的功德 我会讲这个 那你都没有去了解 修行的宗旨是什么 修行的宗旨是什么 建元旗 正无我 这个是第一个核心 所以你看这个波罗经里面讲 菩萨二道无谱 第一个是波罗道 波罗道是什么 有无我的智慧 了解一切诸法必经空的智慧 这就是无我的智慧 你要有无我的智慧 如果没有到了这个层次 你都是什么 你都是明菩萨 赐身兰法 在生死之中 那么这个苦是因断的 烦恼因断 那烦恼断要怎么断 要有方法 这个方法就叫做道 方法就叫做道 道一般有两种 这个叫道理 这个叫道路 道理就是什么 那个真理 正德真理的方法就是道路 缘起是真理 怎么建缘起 那个就是道 缘起也是道 那个叫圣道 但是怎么正缘起 那个是道路 那个是方法 八正道就是方法 所以 道是因修的 告诉你 你应该这样做 所以你看三转十二形象 告诉你道因修 道是什么 道是八正道 那我们现在的修是什么 就 就 就只是念佛 其他都不用了 这不对 这不对 那你修的道 你的道局现在只是佛号 不是 那是 道是因修的 祸 苦 灭 阴正 就是 灭 又是灭苦 那么把这个烦恼灭掉了 那么没有苦的 这个是灭反 灭反是阴正的 灭就是灭反 那什么是灭反 什么是灭 灭就是没有磨 没有苦 磨叶苦 一般是磨叶苦 磨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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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生死了 我生已见 犯了眼力 索罪一半 不是后有了 苦是由夜来 夜是由磨来 就是烦恼 那我们刚才讲 烦恼主要是我见 我见我爱 无名贪爱 所以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就是这样 起磨 照业 受苦 我们不断不断 这样的循环 一般来讲是说这样 磨 起磨 照业 受苦 因苦 在起磨 在照业 在受苦 然后就六道轮回 就不断是这样 不断是这样 好 所以 磨苦 磨叶 其实是磨叶苦的叶 其实他直接讲 苦是烦恼 那么 苦是由烦恼来 那这种 这种叶 应该正 这是佛所告诉我们的 那么 一正之鉴 而起正行 这个就是八正道 那么 最后才能达到 以之 以断 以面 以修的无学位 无学位就是阿罗汉 不用再修了 不用再学了 已经到达了 永远了 已经走到山上了 不用再走了 那么 一正之鉴 而起正行 八正道 正鉴 正思为 这个就是会 正之鉴 那么 起正行 正与正 正与正业 正与正业 正业 正业 正业正定 这个是定 这个就是 依正之鉴 而起正行 就是 你依正鉴 正思为 而起什么 正与正业正业 正业正业正业 而修行 那么 你就能够怎么样 就能够灭苦 达到以之 苦以之 烦恼以断 急以断 那么 这个苦以灭 以之以断 以灭 以修 道以修 就苦以灭到 苦以之 苦逼迫些苦和以之 所以你不知道 为什么会受苦 那么 那么 我已经把 这个苦因断掉了 那我不再受苦了 那 我道已经修了 那么 一般来讲 就是 所做一半 应该做的 我都做了 那么 由于苦其灭 而 得灭 对于 世帝的 如此之间 引起了 这个后面讲的 这一部分 就是 比较 就是 在中太上 对于 那到底 见到 是见到什么 见到什么 才见到 因为他有苦其灭到的问题 这个部分就复杂一点点 但是我们先大概知道 他在说什么问题 刚才不是讲苦其灭到 那个叫做世帝 那么世帝是四种真理 这是四种真理 帝 帝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 真实不虚 好 那么 你说见到 那一般来讲 那一般来讲 到底是 苦其灭到 到底是 见苦 然后见直 见灭见到 是这样的吗 还是 见苦就得到 或是见灭就得到 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照理来讲 这个应该是宗教经验的部分 可是宗教经验不应该都是一样的吗 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大概来讲 我们因为世界快到 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这个问题 他基本上有几个 一个叫做见见 一个叫做顿见 这是见顿的问题 见见就是苦其灭到 好像接听 一接一接爬上 顿见就是一次就看见苦其灭到 见苦就一次见四地 四地是顿见的 那么有些说 苦其灭到是见见见见的 那么有些说是见苦得到 有些说是见灭得到 那么有一些说是 这个苦其灭到里面 就是见到是见到十五星 这个我们后面 下次来再详细讲 有些是见到十六星见到 有些是十五星见到 那么这个十六星十五星是苦其灭到 下面各有 各有 各有这些 就是上界跟下界 欲界跟色无色界 那么都有苦其灭到这些的 那么还有的认为 不是 这个是持有些有部的说法 另外有些部派 它不是 不是十六星十五星的 它是八星 有些是三星 就是三星见到的 八星见到的 那十五星见到十六星见到的 各有各种不同 那我们大概先知道一下 它说 对于四地的如死之见 引起了见地得道的问题 在四地中 体见什么才算得正 到底见到什么 见到苦 就是见地了吗 还是要见到灭才就是见地 那么由于学者的根性 修持方法的传承不同 富贵顿见两叹 那么观四地十六形象 以十六星见到的是见见他 它说下面一个瓜五 获收五 获收五 其实是获收十五 应该再加一个 因为十十六 那你获收五 会变成五星见到 不是 获十五星见到 应该是获收十五 因为六或五这样 但是我们这样看 会变成十六或五 不是 获收有些是十六星见到 那么 第十六星开始修到 见到之后是修到 有些是说 这个十五星 前十五星是见到 第十六星是修到 有些是说 第十六星见到 那不太一样 这我们后面再来详细讲 那么这个是见见派 见四地得到 是西北印学派的主张 那么中南印度的学派 是顿见的 顿见就是见灭地得到的 他说当然 这个是千百年来的老公安 丢劣是难以职家判断的 这个我们下次再来稍微详细讲一下 不过这个基本上是宗教经验的问题 宗教经验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 照理讲应该都是一样的 其实有些不一样 有些不一样 比例来讲 像南传财修 他也很多套 也很多套不一样 那照理来讲 见地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说辞经验 他可能从不同的能路 所以他在描述 或他在说的时候 有可能稍微有点差异 好 那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真的要讲还蛮复杂的 不过我们就是大概讲 下次再来讲 好 那么今天先想到这里 大家合掌 我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不及于切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